新春寻味,焦点来到巴都巴霞的巴里乌鲁新村 巴列布罗的布罗,在马来话就是竹子的意思 据说,巴列布罗早期是典型的竹村 村子里长满了竹子,但现在几乎一看不到竹子的踪影 巴列布罗是一个重组村,全村约有60户华语家庭 这里的村民姓奉陶家娘,也就是头家娘 这里也有一家苏亚妹咖啡店 售卖许多外地吃不到的隐藏版美食 比如勾勾面,用木材生火烹煮的柴香卤肉,卤鸭 还有芋头粥,猪脚汤等等 位于巴列布罗大陆旁的苏亚妹咖啡店 是村内唯一的咖啡店 几乎全年无休,一年只休息三天 为巴列布罗村民提供早午餐 不少村民是这家咖啡店的常客 几乎天天报到 还有一些来自外地的老饕 在吃过这里的柴香卤肉后,都会念念不忘 下一次,如果你也经过巴列布罗,别忘了到苏亚妹咖啡店报到 品尝道地的家乡味美食 这家咖啡店的猪肉是用木材烧出来的 所以烧出来有一个柴的香味 还有用木材煮出来的那个油不会很油 吃了又不腻 还有又香味又刚刚好,吃了也顺口 这是我们巴列布罗的出名的哥哥面 主要是好吃,主要的面也是本地的原产 也匹发在我们巴主巴西亚的银头面 大概50%的市场啦 不过这个团层都有,应该是两代人了啦 好,这个卤肉呢,非常的入味 入口即化,由而不孽 那吃了,还会再继续的吃 而且送饭是绝配 非常有妈妈煮的味道,家乡味 谢谢大家